哈喽,大家好,今天我们想继续谈一下土壤 就是这一次我们想focus 主要的我们想讲就是怎么样改良土壤 就是怎么我们把我们的土壤把它改得非常有营养 而且结构是和上一次我们谈到了土壤的来历 那么在各个地方它的土壤的结构就不一样 有的地方含沙性比较多 有的地方含粘土比较多 它的有机成分也是不一样的 那么所以各种植物的要求也就不一样 那么所以说我们在种植在后院种植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种什么东西 那么我们一定要提供它一个比较好的土壤 那么适应于它的一个土壤 就是那么这怎么什么叫比较好的土壤呢 就是土壤一定要保持一个透水性 而且还要有它的结构就是texture 就是它的结构比较比较适应于根部的发达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它的有机物的含量 就是要有一定的有机物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要有它的这个微量元素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保湿性 就是我们土壤要能够hold水 要保持这个水分 这样的话才可以让你的这个根部发育 比较发达 比较容易让根部发育 所以说我们要注重这些方面来进行改造 然后适应于我们的这个植物的生长 那么我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我面前呢 有这样几个有这样几排土 那么这个土呢这个土就是圆土 就是我们的这个在土地拉出来的土 实际上我的这个圆土已经不完全是圆土了 里面还有很多的有机成分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我们在吃这样的土 就是说里面就是含有很多的这种杂质的东西 草的部分 所以你看得很松软很松软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种土 就是细比较细比较细的这种土 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mulch一类的东西 你看全是用树叶来构成的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说介于中间的 那么我们有黏土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有比较含一定量的这个mulch 所以说那么这样的这几种 这样的这几种土壤呢 我们就实际上就是我们植物 那么所需要的一部分土壤 那么那么你比如说像这个mulch这一部分 对这个植物的这个根部的发育比较好 比如说我们发种子的时候都要用这种mulch 这样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好 这样的话它有一定的透气性比较强 但透气性比较强呢它又缺乏土的成分 所以其他的一些成分不够 所以说呢这是这个mulch的特点 那么它对根部的发展比较好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是我们这种细的 那种细土呢它就是我们真正的土壤 那么土壤呢这个东西是根部需要的 一土呢它就有一种特点就是能够厚水性比较强 就是保湿性比较强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让你的土壤呢 有一定的湿度 所以说呢我们不能用光用这种mulch 所以我们还要添汉这一部分 然后让这一部分呢就是既有透水性 同时呢还要保持湿度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这一部分呢 我们就是介于中间的 就是毛小比较细 比较细呢但是呢又不是mulch 是像我们在商店里买的叫复合土 那么这个复合土呢就是说它既有这种透水性 但是也有含量一定的土在这里边 所以我们到商店买复合土就是这一种类别的 而且它里边还有有机成分 比如说鸡粪啊牛粪啊之类的东西 这个就是原土 那么实际上我们呢我们要改造的时候 就是为了就是要把这几样土 把它参合在一起我们进行改造 那么根据它的需要进行改造 那么我们改造土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首先要知道自己的土 是什么样的土 那么比如说有朋友问 说我的土是到底是粘土啊还是沙土 实际上呢你很容易能够测试出来 就是你拿一把仙 如果你去挖的时候比较难挖 你像我这个到干了以后就比较难挖 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比较难挖进去就像有石头就像挖石头一样 那就说明什么呢说明你的这个土啊就是粘的成分比较多 但是如果要是说你用仙这样比较容易的能够伸到下面去 就是比较软的话这就说明你的那个地啊 这个杀的成分比较多 那么所以说呢那么我们要进行改良的时候呢就要根据你的地进行改良 根据你的土来进行改良 掺杂不同的东西 那么比如说如果你的土是粘土粘性比较多的话 你就多放一些这些冒起之类的这些东西 就是小的这种细的这种东西 多放一些这一部分 让它就有就是透水性增加它的透水性 但是如果你的沙土地 比如说你已经是沙土 那沙土地就是透水性比较好的话 你就需要多加一些这些圆土和这个细土 细土那同时呢你还要加这部分复合土 因为你那里边含那个有机的成分也比较少 所以说呢就是根据这样 根据你自己的土壤是沙土还是粘土 来侧重不同的方面是冒起多 还是让它增加粘性比较多 无论哪一项你都需要增加它的有机成分 也就是有机物的含量 就是肥料 可以掺杂多一些这些不同的这种肥料 来进行改良你的土壤 比如说这个是沙土根部 这个呢就是就是我们土底层土 那么这一部分呢是浮土 这是圆土 那么这一次 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放在最上面 然后中间呢底下呢中间和底下我们把这部分插进去 然后我们把它放到和原来的土进行插在一起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了 总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要做土的时候呢 一定要就是笔着这样几个原则 就是让它透水性比较强 然后呢要有营养 那么比如说营养呢 我们就是像一些有机物的成分比较多的土壤 那么再一部分呢就是让它的结构比较适宜于成长 就是让底下呢要有一定的透 要有一定的这个发根部需要的一些营养成分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注意它的这个微量元素的组成 那么我们现在就讲 我们现在说那其中呢怎么改良土壤 那么其实呢有两种办法 一种就是说比如说这样的地 那么这样的地呢我们已经有了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就是我们进行土壤的这个掺和和这些 比如说我们需要加一些march 或者加一些浮土 或者是加一些粘土 然后进行掺和在一起 掺和在一起以后我们这样进行改良 那么所以呢这样就需要挖 挖了以后呢然后做 我们还有一种办法 就是说我们不想挖 而是在上面我们打个盒子 然后在盒子上面 我们我们再填进去土 那么这种办法呢叫raised bed 就是像我们这一个一部分一样 就是我们这一部分 就是我们把它怎么呢 就是盖一个我们把它垒一个墙 这个用石头这样垒一个墙 然后我们中间再填上土 所以说这种办法呢叫raised bed 这种改良的办法 或者叫汉语叫高架 高架土地高架土 就是架起来把它架起来高架土 你可以看到我们是用大石砖 把它把它垒成墙 垒成墙以后呢 然后我们这样一块一块的 我们这样一块一块把它对起来 对起来以后我们就可以做成这个墙了 做成墙以后然后我们把它填平 那么第一部分土呢 你可以去到home depot或者商店去买叫raised bed 那这种底土 然后把它填进去 然后上面呢我们就把它放上浮土 放上比较 就是比较松的松软的这种土壤 这样的话我们就 就是比较像这一类的 或者是这一类的 我们比较松软的 然后我们再加上上面一层 上面一层以后 然后我们再加这个有机成分比较多的 比如说牛粪啊鸡粪啊 然后再放在上面 所以这样的一个texture 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结构 就是适应于我们植物的生长 当然了 里边有很科学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酸碱度呀测试呀 你的土地的酸碱度 一般的我们土地的都是酸性的土壤 那么微酸微酸的一种土壤 因为它要腐蚀那些石头吧 所以它表现要腐蚀那些石头石块 所以说它各个土壤 基本上都是微酸微酸性的一土壤 那么在这个方面呢 怎么改变怎么改变它的酸碱度 这些东西呢 那么作为这种professional的人呢 就是比较专业的人 他可以给你测量怎么做怎么做 那么我们在一般的就是说 我们家庭种植的这些东西 不是农场经营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 就是很简单的办法就是说 我们掺上一些这些冒起一类的东西 或者是浮土 或者是有营养的这个有机物 我们掺和了一起 一般的我们种植就都挺好了 那么在我们打这个盒子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打盒子的时候 像我们是买的这个砖头 买这个砖头 那么还有一部分的人呢 他就用木头 用木头打框子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用木头也可以做 但是一定要注意这个木头呢 一定是这种原木 而不是用化学药水处理过的木头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化学药水处理的木头呢 它一般的都压 都是经过压 压成这些缝 然后呢 它用药水进行泡 泡了以后呢 这样的话 这样的木头呢 就是化学处理过的 处理过的这种木头呢 它可以就是防这个虫子 防这个白蚁 防别的东西 它可以耐久 但是它有一个很致命的问题 就是说它含有一定的致癌物质 和致癌的化学药水 所以说呢 你一定要把它从你的院子里 从你那个种植的旁边 一定要把它清除 原来我们在 我们搬进来的时候呢 像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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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块都是那个木头框子 就是这种压水 这个化学水处理过的木头框子 然后打起来的 后来我们来了以后 我们把它全都拆掉了 就换成这样的砖 把它垒起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一定要注意 就是我们种植东西 一定要是健康的胃 不要是为了一种省事的 一种或者是一种胃 然后这样的话就会 往往会对我们健康 没有好处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吧 总而言之呢 就是我们 我们要改良土壤的时候 我们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 就达到我们这个土壤 你看我的这个土 它有多松 你看看 我的这个土 就是说我们把它伸进去 你看 我用 我用这个东西 就是用手指头都可以这样 你看看 你看看 我用个手指头都可以这样扔下去 你看看 你看 你看看 这样的话 就是能够达到这种松软的程度 而且呢 还要让它就是具有保湿性 你说要松软 松软如果我们用太多的这种 冒起之类的东西 它就保湿性就差 就是里边的水分的厚的水分的就差 那这样的话就不利于根部的生长 所以你还要注意 就是不要弄得太松了以后 这样的话 它的根的生长也不好 所以说呢 总而言之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注意透水性 要有营养 有机物 还有它的texture 就是它的结构 就是结构呢 要底部比较有土 有这种土 而不是完全的都是这种松的东西 那么就是texture 它要分层次 根据它的根部的需要 来进行填土 不一样的土 不一样的土填进去 底部是原土 比较含土的地方成分比较多 然后呢 还要有这个mulch和这个细土来厚水 然后mulch呢 对它的根部长得好 然后浮土呢 我们就是负荷肥 含有有机物在上面 这样的话 我们浇水啊 什么东西的 这样可以把营养 再送到底部 它不断地保持这样的一个结构 让它既有营养 又有松土 还有保湿性和那个厚水性 和那个透水性 有营养 这就叫肥沃 到底是我们是打盒子的时候 我们是用砖垒比较好 还是用木头盒子打比较好 我们prefer用这个砖 用这个砖呢 都是石头 都是这个没有一些 没有一些化学成分 同时呢 它还不会产生一些 别的一些害虫 比如说你用木头的话 就有可能会生成白蚁里边 因为你经常保持一个 潮湿的状态呢 往往会吸引一些白蚁 那么那些白蚁呢 然后他们如果要在那儿 住了窝以后 然后它很可能 就跑到你家里去了 所以这样的话 对你的这个property 对你的房子 都不是很好的一个位 所以说呢 还要注意到这样一点 所以说呢 你如果说 你说我不要用 那个我用泡水 药水泡过的木头 那可以可能是没有白蚁 但是它可能 你种的东西就有可能还一些 释放出来的一些化学成分 那么可能他们是有毒的 你到那个home depot 你买这些药水木头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小小的标签 上面写的 加州说的 就是说这个含有 这个致癌的成分 所以说呢 我们不建议大家用这种药水木头 那么建议大家用这个石头 砖块 大砖块 今天呢 就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怎样改良土壤 谢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 订阅 转发 点赞和收藏 欢迎大家 浏览本频道上百个视频 分享美国生活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